关于这个阿弥陀佛的官名 我个人我曾经跟阿弥陀佛的官名 有过一次的接触经验 我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是在几年前 在有一次印记事的邀请到美国 华盛顿DC做一个阿弥陀金的演讲 那么刚开始去的时候 第一天人数不多 大概七八十个 那讲六天的阿弥陀金 后来几天越来越多 到最后一天圆满的时候 一百二十多个 算不错了 很多了 因为美国人住得很分散 讲完以后 听说很欢喜 我自己那个时候 我刚好讲第十五遍的阿弥陀金 我也很欢喜 那么讲完以后 其实说 那么还有一天的时间 隔天就去你们到华盛顿去 参观科学博物馆 我说好啊 去看看也好 那么讲完阿弥陀金呢 那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就有事情出现了 我在梦中啊 我看到我自己在讲劲 那个时候华座做得很高 下边很多人 那么讲什么课那个时候没有印象 那么讲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间啊 整个灯光变暗 然后跑到很多的黑影在里面啊 油串 黑色的影子 我的直觉呢 那就是一种 鬼神在上来 我的直觉 那么那个时候当然 鬼神在那边干扰的时候啊 那些下面的听众啊 就一阵一阵的惊叫 没办法上课 我那个时候就赶快 闭起眼睛了 练阿弥陀 我印象里面练没有几声 练没有多久 练了几声以后啊 就从这个右边的窗户 那个地方 照进了一道 金黄色的光明 非常清楚 好像是那个我们那个夕阳啊 那个金黄色的光明照进来 那个时候 它一照进来的时候啊 整个房间啊 又恢复的光明 那个黑色的影子就全部消失掉 那么整个会场又恢复清静 我内心当中也感到非常安乐寂静 但是那个时候又醒过来 醒过来一看三点钟啊 还早要继续睡 继续睡 第二天啊 第二天我们要去博物馆的时候啊 后来吃完早餐 大概八点出发了 八点出发 那个基士说 哎 博物馆九点才开啊 我们顺路啊 先到那个五角大厦去参观一下 他说好啊 去看看吧 那么到五角大厦站站 门外那个地方照了几张像 后来也远远走过一个上位军官啊 一个老外啊 那请他们帮我合照一张 那有人提议说 那到我们到里面去看看吧 后来我那个时候内心当中就有一种 不响的振动 我说不要了 快九点了 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好了 赶快去科博馆 后来大家就接受我的建议啊 我们就上车就走了 我们这个车子开不到五分钟啊 五角大厦就爆炸 整个就是熔烟啊 密布 他们说哎 你看啊 我们刚刚去的地方啊 已经熔烟密布了 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后来到了 华盛顿的街道的时候 整个街道管制了 后来事后才知道 有飞机啊 恐怖攻击啊 炸到那个五角大厦 我们逃过了一关 我感觉是阿弥陀佛救了我们 那个时候 我在梦中见到阿弥陀光明的时候 内心感到真的是那种 很安详极尽 其实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即使你没有看到光明 即使你身心当中已经出现光明 这是真的 台大的教授啊 他用那个科学仪器去测试啊 说一个人啊 身上的光明本来都很累落 除非你身体很好 但是你他找了那个印度的 那个修艺家的修行者 他一打坐以后啊 他身上的光明啊非常强 但是一个人 如果心中念佛的时候啊 他的光明比那个打坐的光明还强 心中念佛的时候 那个佛力的加倍不可思议 那么他的光明哪里来的呢 那么当然是弥陀的射手 所以我们在黑暗当中啊 你不要怕 你心中念佛的时候 其实你身上出现一道光明 这个光明呢 就是弥陀的加倍 这是弥陀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